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共和黨的約翰貝納在星期二對記者說 共和黨絕對不會被美國違約 眾議院共和黨提出一個附帶條件的新計劃 將政府的借貸權寬限到明年二月中旬 並且重新恢復政府正常運作 幾個小時之後 兩黨領袖會議討論結果認為 新的計劃建議將不會獲得國會足夠票數通過 對於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政治不確定性 信用同級機構為了國際 星期二將美國置於市民的政策控制 有關官員說 眾議院小數黨領袖 民主黨的佩洛西說 部分債務是從共和黨總統喬治布殊 執政期間累積起來的 白宮發言人卡尼說 在截止日期之前不能提高債務上限 將成為一個危險的先例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長的三名獲獎者之一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直勒對美國之音說 國會兩黨都知道美國違約將會再難成 諾貝爾經濟學長德主席勒說 美國債務違約將會損害美國經濟 但經濟最後將會返回正軌 不過違約已經損害了美國的聲譽 余拝爾白兩黨全民真正和平大學 一日曜旅 Kita將會去演講 和平日 trading 正続 而來's 拍攝特勢 二日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